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及法轮功传世纪念日 也是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日 除了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 表达对信仰与创始人的感动与感恩之外 全球各国的许多政要 也都献上了祝福与祝贺 而中国大陆多个地区 也在最近出现了 公祝法轮大法日等条幅 还有普天同庆法轮大法 红传世界21周年等粘帖 下面就跟随本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2000年全球法轮大法学会 为了感谢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功传于世人 并庆祝大师华诞 于是把每年的5月13号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李洪志大师于1992年 他的生辰这一天 在中国长春首次公开传授法轮功 同年在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上 为群众创造许多奇迹 李大师不但获颁奖项与荣誉 更赢得博览会总顾问的大力推崇 他表示 法轮功将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 和新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 法轮功传出不到几年时间 不只在北京家喻户晓 据官方调查 至1999年初 全中国各阶层人士 修炼法轮功者近一亿人 另据出版记录 全中国至少上亿民众曾经人手一本转法轮 对于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基于信仰者人数超过中共党员的妒忌心理 而强加打压 1999年7月20号 江泽民发动了镇压法轮功运动 在中国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 虽然没有了修炼的自由 却红传全世界120多个国家与地区 还获得各国与各级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 时刻冒着生命危险 用尽各种方式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家的楼前面挂了桥符 我说那件事也经常有的 还有一次 我记得原来在北京住的时候 我们看着大马路边上 他不有人是画那个大叫呢 就那个桥符符符 大家可能了解到 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现很多 法轮功讲真相的标符和传单 还有帖子 包括在各人家的信箱里 也有一些邮件 就是介绍法轮办法的情况 特别是最近在阿根琴法庭上 对于江泽民 以及迫害法轮功的其他的帮凶 进行合法的起诉要求国际这个新领 发生的这个逼迫力 因为世界的法律是按照人类的普世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认为 中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支持 给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起到最大的作用 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过去迫害 十几十多年来呢 中共用非常残暴的手段 包括习惯载出 包括把从你送到残暴的马三家 职楼所这样进行各种各样的暴行 但是中国民众呢 现在还是能够站出来讲真话 包括比如在河北的黑龙江 有很多民众甚至站起来 按手电为法轮功学员寻承正义 求个说法 求公道 每逢世界法轮大法日 世界各地及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用诗 词 贺卡等方式 对李洪志师傅表达祝贺和思念 也有大陆民众和法轮功学员家属 纷纷表达对李大师的敬意 安徽马鞍山的市民 明珠先生奉劝跟随江集团 镇压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应该停止迫害法轮功 并且退出共产党